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如這個圖所示 這個實驗是怎麼樣 將一條彈簧 一端固定在杯子內的底部 另一端吸一個物體 然後杯口朝下 此時彈簧 恰深藏至杯口處 這是杯口 今將整個裝置 由高處釋放 讓它自由落下 試問在下落的過程中 彈簧長度如何改變 我們現在來看 就是說你還沒放鎖的時候 還沒放鎖的時候 這個物體瘦了幾個力 瘦了重力 叫小MG 還有什麼呢 還有彈簧的張力T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T 就等於多少呢 T減到MG 這個是等於KX 那X就是它生長量 也就是說 這個時候它是有生長 生長到這個什麼呢 盃口處 有生長 現在的話 你把這個杯子 讓它自由落體 讓它自由落體以後的話 整個系統 整個系統就以交互度G 往下掉 事實上是整個系統的直心 整個系統的直心的話 是以G的交互度往下掉 好 那你就站在這個整個系統上面 事實上就是站在那個直心上面看 站在直心上面看的話 你把這個直心看成是一個電梯 那看成是一個電梯的話 你站在電梯上裡面看 看到電梯上裡面看的話 這物體瘦了幾個力量 瘦了一個重力 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假想力 因為它電梯的話 你把它看成它在電梯裡面 那你的電梯的話 以交互度9.8往下掉的話 那你在電梯上面看的話 它受了一個重力MG 還有一個假想力 假想力的話MG的話往上 那這兩個力就底下啦 就是說 假想力跟重力底下 重力底下以後 那剩下什麼 剩下這個彈簧的張力 彈簧的話就會把這個物體 把它拉回去 這個時候的話 T 就是那個KX T 這個時候的話 是等於KX 這個時候的話 就有一個什麼 一個小MG KX是等MG 這個 KX大小是MG 那F等於的話 等於那個MA 這個時候你站在什麼 你站在那個電梯上面看的時候 它有個交度往上 它有個交度往上 往上 等於是G往上 事實上的話 你如果是站在外面看的話 它瞬間 加速度等於0 瞬間加速度等於0 瞬間加速度等於0 但是你如果是站在電梯上面看的話 它瞬間交度的話 它瞬間交度的話 是A往上 所以它會慢慢的往上 往上加速 往上加速 事實上的話 它加速到這個 圓長度的時候 就不加速 不加速它還會越過平衡點 然後再往上 然後再往上 然後再會這樣擺盤 就是說 你說如果 如果站在電梯上面看的話 你會發現 它是做簡潔運動 事實上 這個杯子 如果有質量的話 杯子也在做簡潔運動 就是說 你是站在直行上面看的話 這兩個 它是這樣 這樣做簡潔運動 杯子做簡潔運動 這個物體也是做簡潔運動 所以的話 它是會縮回去的 就是說 當你把這個杯子放手以後 放手以後 這個物體它會縮回去 縮回去 縮到底以後 還會再彈回來 彈回來的話 再彈到這個杯子 反正在這裡做簡潔運動 彈來彈去 所以應該是縮回去 縮短 縮短 縮短的話 是杯內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你 縮短是杯內